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学福 学的是什么 自己要知道啊 上根的人脱开心量 中下根的人才改过前善 从四项上逐步逐步来改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上知根性利益的人 中文教下都常讲从根本修啊 根本是什么 观念啊 我们现在学书里面讲 人生观 宇宙观 观就是看法 你对宇宙的看法 对人生的看法 上根立志从这个地方下手 就从根本修 把我们过去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 立刻丢转过来 跟诸佛菩萨同一个之间 法华经上讲 入福之间 那就是你的宇宙人生观 跟诸佛如来古地上相同 这就快乐 只要观念转过来 你的思想 间接 言语 行为 全部都转过来 这个快啊 在佛家讲上根立志 我们学佛多年了 也没能转得过来啊 上根立志的人毕竟少数啊 我们到哪一天才能够做到上根立志呢 这一段事情 佛祖也明白地告诉我们 这个没有难处啊 总在欲远不同 实在讲呢 虽然说没有难处 它还是有条件的 第一个条件 自己明立心看到淡 日常生活容易满足 粗茶淡饭的生活 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 这个是好条件 第二个呢 遇到善知识 或者是没有遇到善知识 遇到佛法 喜患度尽 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得到的 他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 长时间的熏修 顿根也变成利根了 愚痴也变成智慧了 周立潘托节 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因此 我们要想 在我们一生当中 学习成 利根 上智 不是不可能的 依照佛的教诲去做 像古大德这一类的人啊 来学习 他在一生当中能成就 但是这两个条件 主要记住 愿意过最低水平的生活 加上一个好学 就行了 好学一定是学佛 向佛学习 向菩萨学习 向祖师大德学习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 别人希望得佛报 我们希望的是 只要最低生活能够维持过得去就好 不求福 佛报更大了 明文立养 丝毫不能干热啊 这样子修行 天天读圣仙书 跟圣仙人为伍啊 就是彌陀经上说的 祝上山人聚会一处啊 上山人在哪里 圣仙书是上山 我每天读圣仙书 每天跟祝上山人聚会一处 你怎么会造卫生 金书不能不土 这样慢慢 宇宙之间一切离丝因果 自然你就通达明了 金论修正之间 也就是我们的见解思想 有没有从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 要用金论做标准 金论里面所说的 是佛知佛见 佛是觉悟 究竟圆满彻底的觉悟 那是个觉悟点之间 觉悟点 看法想法 决定没有错 我们的想法看法 跟金典里对照对照 如果跟经上讲的是一样 那很好 我们的想法看法都得错 假如不一样呢 一定要知道 我们自己错 要把错误的 依照金论上所讲的 改正过来 这个叫修正 这叫修行 修正之间 我们的行持上 行持这是奇心动力 言语造足 到底是正 是喜 是善 是窝 戒律是标准 戒律是佛与大菩萨的行持 我们一定要跟戒律 对照对照 如果是跟戒律相违背的 一定要依照戒律的标准 改过来 律是佛系 祝佛菩萨起心动念 言语造足是戒律 我们要学佛 怎么个学法呢 要认真 用佛的标准 改正自己的思想见解引起 这叫修佛 一定要用佛做标准 不可以用人做标准 我们今天最怕的就是执着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 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放下 为什么呢 错误的嘛 放下怎么办呢 随身尖叫 尖叫里面所讲的 叫你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人似无 你应该怎么看 你应该怎么想 那是正确的 我们要信得过 这是我们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互相面与的 我们知道 经论的就是所说的 是诸佛如来 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所以 经论是信的 什么人的信的呢 是我自信的信的 随身经论就是随身自己的信的 这真是无比的殊胜 非常可贵 因此 经不能不读 经是什么呢 经是佛教教学里面的教科书 我们今天 在许许多多课目里面 选择这一部无量修行 用这部经典的道理 方法 来修正我们自己 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以这个为标准 我们的思想 见解 言行 与这个标准相应 正确 这是佛菩萨的思想 佛菩萨的见解 佛菩萨的言行 我们修菩萨行吗 如果 我们 思想 言行 跟经典所说的不相应 我们自己错了 所以每一天读 只要你努力精进 肯定你能达到 达到的时间长短 那是个人功夫不一样 个人根性不一样 立根 情学的人 不需要很长时间 顿根懈怠的 那就是经常讲的 无量级阿森奇迹 没有不成就的 尤其是一粒二根 永违到中 真正耗熟 真正看熟 真正想熟 没有一个不成功 根性立的 一刹那就能误入 根性顿的 必须要相当长的时间 他能误入 这就是我们常讲的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对什么根呢 顿根 立根不需要啊 但是 六道里面的众生 立根太少了 顿根多 所以 许许多多经论 你们所讲的 都是偏重在顿根 提倡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对顿根家 不是对立根的 立根就不是这种教学法了 但是 立根真的一闻 情无果 像惠门大司那 那立根 他在很短的时间 几句话当中 就完全通达明了 通达一切法 顿根也是如此 他能够尝试熏修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大扯到 在这个世界 物质生活上 能过去 行了 知足 知足长路 最低生活的方式 能吃得饱 穿得暖 有一个小房子 可以避风雨 够了 就很快乐了 一切放下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生就成功了